如果没有这场车祸 你应该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 对 每天都是一泪洗面 心里接受不了 然后甚至于有一段时间抑郁 有一次我划着手划的轮椅 然后要锻炼手臂的力气 划到那个楼梯旁边我就在想 我干脆直接划下去摔死得了 要是这半条命做什么 真的想过 但是我一想到爸爸妈妈 妈妈就三天三夜没有吃没有睡 天天在哭 为我累出了惯心病 白内障 胳膊是网球肘 手指头也得了剑翘炎 浑身都是病 爸爸也为了抱我 腰特别的疼 你们家除了爸爸妈妈呢 还有我老公 你没闲着 遇到了 爱情它来了 在哪儿遇到的 在北京博爱康复医院 医生 不是 病友 病友 他叫什么名字 李天应 你叫他叫什么 天应 把天应叫出来的 天应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李天应 我老家是山西西州 但是为了照顾我老婆 就我俩现在生活在陕西延安 你也是受伤了吗 对 我当时是上班 帮忙按一个灯的时候 住店了 我当时就潜意识里边 我想活下来 然后我就向后摇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个宝宝无论如何 我都要把他生下来 我一定要坚持把他生下来 因为我听到以后 那个母爱就真的 我就心里特别的 他第一次听到那个宝宝 激动 开机的时候都哭了 怀孕的时候 我每天早上起不来床 一起来就是耳鸣 眼前发黑 有一次就是翻白眼了都 你啊 对 他就把那轮椅必须得这样 放倒 他这个就 再起来 放倒再起来 他都感觉到休克了 倒是 他拍我 佳可 佳可 你这么翻白眼没事吧 一下把我给拍醒了 孩子是足月生吗 不是 早餐 有一次嘛 我那个洗完澡 出来特别累 然后就睡着了 我不是二遍也不太知道吗 而且他大小遍都没有感觉 我给他翻身的时候 我就看到 看到尿垫怎么有好多水啊 把褥子也打湿了 我当时有点害怕 我看着 颜色不像他平时的尿 可能是他当时喝水喝得多吧 但是 以为是羊水 我就以为是羊水破了 在楼下就 叫了一辆那种面包水 就赶忙把他抬到楼里 就是往医院走 去了这家 一检查说是不是羊水破了 是 一路上 我就是真的是 他这路上哭的 眼泪狂飙 比如说 他们 大概一二年级的时候 我带他们出去 经常是我背着姐姐 然后妹妹就背着行李 那我就想 可能很多一年级的孩子 他还要 爸爸妈妈背呢 或者要拉着爸爸妈妈的手 但是我的小女儿 她请自己要独立的 来照顾我们俩 她要去帮助我们去叫车呀 什么的 有一次 我的小女儿出去叫出租车 很大 很长时间没回来 我真的非常后悔 也很害怕 我就想我的贝贝确实 承受的太多了 贝贝在高中的时候 可能青春期吧 特别叛逆 有一段时间跟我讲话 讲不到一两句 我们就会吵起来 大女儿对小女儿 就宝宝对贝贝说 你呢 有很多同学 我只有两个同学 一个是你 还有一个是 是这样的 他当时呢 是在一个小机构里面 有两个小伙伴 也是脑瘫的孩子 他们可以一起读书啊 所以我就在想 这些脑瘫的孩子 他们也应该有权利 来享受他们的 这样的一个教育 受教育的一个生活 所以我就觉得 像宝宝这样的孩子 他们也应该有一所学校 所以说你说 女人的力量有多伟大 男人在这种问题面前 会现实地离开 或者选择消极 但一个女人 不光是承担了 对一个孩子的教育的责任 甚至还建立起了 很多类似孩子的 一个家园 后来我的先生 做了很多的工作 你在婚的时候 对 我的先生呢 他听说我的故事以后 他来找我 后来我跟他说 我说 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挣扎是 每天都是实实在在的 但是他 真的是用他的行动 做出了回答 有一次我们带宝宝出去 到了广西的一个叫德天瀑布 我就跟我先生说 我说我们就在上面 看一下就好了 我们不用到下面去 但是我的先生说 他说我想让宝宝感受到 那个上面的细雨珠 洒落到脸上的感觉 所以他就一只手背着宝宝 一只手扶着那个栏杆 在很滑的这个台阶上 一步一步地走到下面 我觉得他真的是心里 很爱这些孩子 然后在安琪之家这边 他也是 刚开始我把很多的经历 全身性地扎到那个技术上了 那很多的这个资金 就是我先生去募集 直到有一天 他的一个大学同学 打电话给我 他说 王芳 你怎么把我们阿江 变成一个祥林嫂一样的 我说怎么了 他说他见到我们就说安琪之家 见到我们就说脑瘫孩子 我才知道 确确实实 我先生在做这个推广的 这个过程中 是碰到了很多的阻力 人家很多人也不理解 说我们捐钱 给一个贫困山区的孩子 他将来可能还能上大学 我要捐钱给脑瘫孩子 他能做什么呢 所以我先生就去 做了很多很多 这些解释的工作 你遇上这个男人啊 这个第一 没有因为女儿 丧失到生活当中的一些机缘 第二 这个男人的一些行为 恰恰告诉你 其实支撑苦难 战胜苦难的方式 并不是唯一的汗水 泪水 有的时候 恰恰是浪漫的诗心画意 是的 那你今天有什么幸福心愿 我特别想听一下 来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为脑瘫的青年们 建立一个就业的工作室 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 谢谢 来 请回 工作室 具体描述一下 是什么 这是一个庇护性就业的工作室 那么在这个工作室里面呢 他们可以得到就业方面的一些技能培训 比如说他们可以学习烘焙 学习美术作品的制作 需要一些设备 比如说一些有工作台啊 还有一些架子啊 一些基本的设备 那另外呢 还需要一些指导的老师 还有一些专业人士的指导 来 四位老师 我特别对你刚开始的一句话 特别有感触 叫做苦难就像养分 第一次听到这话的时候 我没有反应过来 为什么苦难会像养分 然后听完你的故事之后 我才知道 原来他接的爱的那个果实 那么的艰难 我就特别想代表我们公司 六人游定制旅行去帮你 因为我做互联网旅游的 所以说我愿意提供一部分资金 去帮助你的工作室 增加一些互联网方面的培训 希望你的学生们能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 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